這樣就軟趴趴 立不起來站不起來了 這個確實是有一點困擾 要不然我先幫你轉介泌尿科 你低下頭來 哎唷 我了解了 這個小問題呢 我就利用我的 Youtuber 關心你的頭髮問題 如果是要給你的頭髮看起來 更香 更鬆 更多量 請你下 烘肉飯的烘肉烘烘 烘肉飯 烘肉飯 Youtuber 關心你喔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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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r來了 今天Youtuber的小教室 聽說有位好朋友 想要當面來請教我 有關他形象的問題 我們就先歡迎他進來 小安 哎唷 這是重裝備騎進來了是不是 對 我剛騎車過來 哇 好累喔 是 那搶了多少錢 剛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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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麼了 我今年30歲 我是小安 那我剛一脫掉安全帽 你看我這頭髮整個都變很細酥 30歲 你這樣就軟趴趴 立不起來 站不起來了 這個確實是有一點困擾 要不我先幫你轉介泌尿科 記得幫我們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開玩笑 這頭髮的問題呢 因為我是頭髮專家 但是我這樣看 我覺得還好 還是說你低下頭來 哎唷 我了解了 就是頭頂這邊 比較稀疏 不瞞您說 我在19歲的時候 也是從這一邊開始慢慢慢慢 欸 什麼哇 哇 讓我現在這麼茂密對不對 不要擔心 我是頭髮的專家 所以像這樣的小事情呢 交給我 我覺得我大概一分鐘之內 可以用我的法寶來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期待吧 期待 非常期待 拭目以待 這個小問題呢 我就利用我的給吸 直接來幫你處理 這個呢 是一種 這叫所謂法粉 然後它是一次性的 那針對你這頭頂稍微稀疏一點呢 其實很容易 最近有沒有看抖音啊 吃牛排 撒玫瑰鹽的效果 非常快速 撒好之後呢 再加一點 定型的 那你撒好之後呢 這樣這種法粉 你撒好之後會建議你 稍微把它抓一下 會更有形 好 那至於兩側額角呢 我覺得你可以用一點自己的頭髮 來覆蓋它 可以用一點 頭髮來覆蓋它 好 把它抓挺 抓挺 好啦 很久沒有被抓頭髮了 很久沒有立起來的感覺 好 完成 怎麼樣 必須給你見證奇蹟 哇 這差太多了吧 你應該滴下來看看 這個法粉針對地中海 這一型的缺乏拖髮來講 特別有效 但如果對於兩耳 前腳兩耳 額頭這個地方 它就還好 那這個時候你也可以用法粉 但是你就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我有聽過大概花 20分鐘左右 甚至更長的時間 它去塑造這一塊的 這個髮量 好 總而言之呢 這是非常方便的東西 那你一定會問我說 那YouTuber 我如果帶安全帽帶回去 到達目的地下脫下來 會不會把它扯掉了 其實不會 為什麼 那我還是沒有 好 為什麼不會 因為它剛剛有用定型 你去把它定住了 把它hold住了 所以你現在 當場來給我難堪就對了 好 好 直接脫掉 好 那你再低頭給鏡頭看一下 它不會掉 它還是在的 好不好 所以你穿戴安全帽 你只要噴 專用定型液 就沒有問題了 當然預防一些小雨啊 小風啊 這沒問題 大風大雨 你就需要噴更多的定型液 因為定型液 它就是可以把髮粉 跟你頭髮hold在一起 好 是不是很棒呢 非常棒 對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有關頭髮的困擾問題啊 都歡迎你來提問我youtuber 因為我是19歲突頭到現在你幾十年了 我會把我的經驗分享給你 怎麼樣 今天對你這一集對應該是有幫助吧 好 等一下麻煩你去批架一下 當然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因為我們需要你的支持 你還有任何有關頭髮 或是任何生活上的問題 也都歡迎來信跟我們來交流 我們期待下一集見囉 YOU